媽祖慈悲大家好 有位同修在討論期來分享 他是我們媽祖的信徒 那在佛教他也涉獵地藏王菩薩的法門 很喜歡地藏王菩薩那種親和力 那種大悲的那種精神 那他覺得我們媽祖信仰 從海神變成什麼事都可以求媽祖的一個大菩薩 那地藏王菩薩給他的感覺 就好像是在度陰間的陰生生的 讓人家有恐怖那種感覺 他來問顧問的意見 顧問的看法 媽祖信仰跟地藏王菩薩 顧問的看法如何 顧問是這樣回答的 顧問本身在北港長大 從小當然接受媽祖的信仰 對媽祖信仰就比較有色列 那因為一得媽祖來了 那指示顧問要上五台山去求華 他跟我們孟昌老和尚的學史求華 那上了五台山呢 因為孟昌老和尚會推崇所謂的地藏華門 他也在推廣地藏經 地藏王菩薩 所以孟昌老和尚的四顧問送給顧問 所謂的單柴山樂業報經 這個華門 葛進來修行 所以接著去研究十輪跡 再來是《地藏王經》 本電經 所以《地藏王經》 所以葛了解以後 感受也很像 很喜歡《地藏法門》 因為這個地 地藏這個地 就是 昆蝦 就是大地 地藏這個藏叫藏 它像大地一樣藏著萬物 非常的延伯廣大 我們媽子是海神 海納百川 那地藏它的大地 存在萬物 那位我們媽子 也是昆卦啊 也是母親啊的意思 跟地藏王的精神完全一致 可惜因為地藏王的一個形象 是出家人的神像 是李光頭的 是出家人 拿著法杖的 跟我們媽祖信仰的形象比較不同 所以我們媽祖信徒 我們是在這裏 所謂觀音 觀音的形象 比較讓我們接受 那媽祖在這裏是信奉觀音 所以我們大部分的寫觀音法門 其實在精神上 媽祖的精神比較接近地藏的精神 那地藏王呢 他是花艷 度所有地獄眾生 他當然陽間的眾生哪裡度啊 那最難度的就是地獄 法界性最低就是地獄 他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他的精神這麼樣的偉大 所以地藏王的精神是我非常佩服 他的精神跟我們媽祖的精神完全一樣 都是空掛 厚德待物 是母親那種愛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那地獄卻要度空 像媽祖也是一樣 什麼人他都度 好人壞人都度 他不可預測的 他度化人不可預測的 所以我們不要用還你的心去預測媽祖 預測地藏王 所以因為地藏王呢 度陰間的 陰間的一個王 大菩薩 所以有些陽間的人就會 有一種隔閡 害怕 其實不是的 地藏王所有眾生都度 不管是地獄 史華界的眾生他都可以度 他都可以度 他跟媽祖的精神就是母親空掛 我們媽祖是海納百川 地藏王是大地獲得待物 全部承載萬物 那這精神是一樣的 以上是我的感想 同學問我的看法 不會是度 地獄 然後硬生生的 不會 地藏王菩薩就傳遞的精神跟教育 跟媽祖的教育 是完全是一樣的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祖慈悲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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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